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我在面对这种喜剧题材类型的时候 我如何去解放自己的天性 然后去融入到这个剧情里头 也是我当时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大家看的时候就会发现 其实有很多的表情 我自己对喜剧有一个认知 那我其实是在拿吃乎书生再去尝试这种认知 我看看是不是对的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导演不喊咖 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发挥的一些过程 然后就包括这种 就是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然后导演跟我们说的是现场不录音 就是你们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也有一些我跳龙龙那个舞的那些 那些东西其实都当时的告诉我们的是现场不录音 你们自己玩 然后被花絮拍进去了 那我看你好像其实就是那个花絮有一个小细节 我觉得还挺感人的 就是就是你看到那个程丽隆躺在那儿 你看到旁边有尖的石头 你都要把它剥开 就是有在保护它 这个东西就是演员对彼此的照顾 就是很下意识 因为谁都要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自己人人第一次拍戏第二次拍戏 也会遇到一些就是比较现场 一些尴尬的情况的时候 前辈也会去帮助到我去提醒 我觉得这都是对他们这些信用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这么做的 其实未来他也会对别人这么做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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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容易垃圾 所以我其实就是 以最真诚的方式来面对大家 包括刚才有个采访还问我 你平常刷一些短视频会看什么 我就说 我就是一个像直男一样 喜欢看刷小姐姐的脸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这就是真实的 因为有天你看到我手机 真的刷小姐姐 我如果告诉大家 我平常就喜欢看一些英语软件 喜欢看一些学习软件 喜欢看一些就是 一些电影博主发的 我就不刷这些 我就是喜欢看这些小姐姐 就是我觉得越真实越好 不会夸 对 之前你应付点赞还上过热搜 以后还是会给小姐姐点赞吗 还是默默的看呢 就是随缘吧 我觉得这个东西随缘 就是 是这样子 就是 我自己只是觉得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人 个人的喜好的问题 我也不希望它被放大 对 就大家不要去关心我这些事情 对 我自己摸摸看就好了 仿佛被 就是公开处刑一般的 就是我自己看到 自己的那段也是蛮尴尬的 对 就希望大家 不要再去扒私生活 或者不要再去扒那些 以前的东西 就是还是关注作品 关注作品 对 自从我上次发微博 说完那个 就是说我在吃饭什么 然后狗仔又来蹲我那件事之后 我发现狗仔第二天 还是来了之后 我就说这件事 我再也不说了 就这事就这样吧 因为这些人你说不动 因为不是说你说了 人家能跟你感同身受的 你发现你说不动这些人 对 那就是哄了之后的代价 那自由就会变少很多 是 所以我就 这是很痛苦的事 就是 其实演员是要融入大众的 是要更接地气的 你要知道 你塑造的平常人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 而不是说从家到商务车 从商务车到酒店 这样子的话 你很容易 就是融入不了生活 对 因为我感觉你每次也都很强调 就是演戏要靠近生活 包括你 就吃不出身也是 就是提前很久去维读剧本 我们在进这个组之前 一个半月的时间 一直在维读剧本 在排练游戏 我要再不这么做 我不是把自己毁掉了吗 就是还是比较清醒的 对自己有一些认知 知道自己什么样的生活节奏 适合自己 对 还是要保证自己比较 私人空间的这些东西 然后去感受生活 其实我不管在北京上海 我还是会坐地铁 没有被认出来过 没有 之前也 之前我以为自己 就是不会被拍的时候 坐地铁 还被人拍坐地铁 然后什么朋友送我的一些 土特禅什么的 我拎了红袋子 放在自己脚下 被拍了 是特别奇怪的一些地铁视频 但是我就是 我是希望还是能够融入 融入生活 对 讲了寸头之后 好多人觉得你头型很好 怎么样才能拥有你 这样圆溜溜的后脑勺 拜父母左赐 你走红袋的时候 还有人说你拍照 真是很少 你有没有什么想反驳的 是这样 就是你看你在干什么 你走一个电影节的红袋 大家为的是看你的影视作品 不是看你的红袋 让你的姿势有多花少 我也可以摆出来 大家想看到的 我拍杂志的造型 没必要 而已 我看马博庸说 作为一个直男 不得不说 李线特别特别帅 你看到有什么感受 哪分十分给你自己的帅度打几分 实话实说 我觉得生活中的李线 可能7分 7.5分左右 但是我塑造的角色 我觉得会加分一点 甚至马博庸老师看到的那些片段 也都是我塑造的 要不然 那个角色呈现出来的帅气 我觉得这是 这不光是我自己 有灯光老师 有摄影老师 也有造型老师 给我这个人物的加分 包括人物的性格魅力 看你很多作品的主创人员都很喜欢你 就是《练曲1980》 他原作者 他看完那个片子 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 有一句话特别高亮 说几乎让我觉得不能得到他 真的太可惜了 这个还是要感谢原作者老师和梅峰老师 还有我们摄影老师 就是把我拍得很好 拍得很好是 然后再加上我在现场 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互动 他们也给予了我非常大的表演空间 让我真正的去进入到梁振文这个角色身上 然后本来这个小说 就是对梁振文这个描述已经非常的细腻化 所以我自己在去塑造的时候 我很舒服 我在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安全范围去表演 所以我其实就还愿意 比较愿意去进入到梁振文的这个身体里 大家就是觉得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你的腹肌了 之后如果有洗澡戏的话 你能接受的最大尺度是什么 对 所以欢迎大家去看《练曲1980》和《人生若如初见》 这两部戏的导演对我的身体有一些偏执 就是动不动就让我录 对大家可以去看这两部戏 你们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 你对亲情友情爱情是什么排序的 平等 都是等号 然后根据情况来定 如果你跟白思山遇到了一样的选择 就是到人生一个节点 你觉得你愿意为了什么放弃梦想 或者终生所求的目标 我也不知道 但我发现了 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情 世界上随时有很多坚持的东西 可能会因为特殊原因而放弃 对就有一天突然你 我们全人都要离开地球了 你还在坚持什么 对就没有什么那些东西 我是觉得随着世界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执念 对 up 性力量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贤 没有考试啊 只是行是不一样而已 那你陪我赶考 等你考试了 我也为你做点什么 就这么说定 人天 我来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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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因为他们的疏忽 但是在整个的训练过程和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其实特别能吃 而且他也特别能听得进去话 我觉得他很谦卑很谦虚 然后作为一个演员的很多要素 其实他都 其实他都有 所以在整个合作当中也挺开心 会从他身上看到同学们的自己吗 太多了 就是能有很多的共鸣 就是我 因为他是一部第一部作品 所以他其实自己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会重复很多我曾经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就会有那种回忆感 就是觉得原来自己曾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 就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知道自己走位走出了画面框 不知道自己已经背对镜头了 就很多这种事情都是我自己在拍第一部戏的时候会有的 就有句话叫三分能耐 六分运气 还有一分高贵人扶持 就算有贵人扶持了 有粉丝 有这个经纪公司贵人扶持 然后能耐把自己填满了 填填努力 也只有四分 还不到一分 所以人的运气啊 就是我们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老天爷有没有伤你这碗饭吃 命真的很重要 对 谁不想18岁的时候 就被大导演挑中去演过片 但这个东西不是说谁的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在电影学院拍完《万年川青》之后 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项目找我 就是《万年川青》毕竟是小众 就是不是说看完这个片子了之后 所有人都剧本《万年川青》上的没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还是一个在电影学院读书的男孩 那我能养活自己就拍拍广告 每个月接个广告挣点钱养活自己 我中间也拍了很多东西被大家说 李线为什么会接这个 但是当下只有这一部戏照 你不拍 那你拍什么 大家认识到李线的可能是亲爱的热爱的 但是亲爱的热爱的是19年7月过的 我拍赤湖春接赤湖春是18年年年纪结的 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拍完了《恋曲1980》 都是在自己相对来说没有被大家认知的一个时候去做的这些事 就其实还挺踏踏实实的心比较平静的去做这些事 你会比较在意观众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吗 其实我挺在意的 就是我甚至看自己的作品也是按照普通观众视角来看 我甚至在拍的时候看这个镜头的时候 我也是在思考 这个镜头在120分钟它合不合理 我不太在乎剧中帅不帅啊 好不好看啊 光给的读度 我不太在乎这些东西 我在乎的是我塑造这个角色 它整体呈现出来的人格魅力 对 然后在上片的时候我也会去悄悄地遣到电影院 或者说剧的话我就会去看单播 看看大家对我的一些评价或者怎么样 我自己也会去调整 包括人生时候出现这种剧 花了五个多月剃了光头 然后去拍沉浸下来 然后也不在乎数据流量掉成什么样 就是其实还是希望能留下来的是优质的作品 就是你做这一行 你自己心里要清楚 流量只是一时的 但作品是有的 因为我们有段时间其实是在用头套 因为我拍人生时候出现 然后把那个头发剪了 但是我那段时间拍商务广告比较多的时候 我都是在头套 但头套有风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刮飞 不是要刮飞 就是刮乱 所以就下意识地会拿手去护 所以就试了阿尔罗贝 这算是第一次去面对 可爱担当 潘憨担当 脸好恶心 不爱穿秋裤留着寸头的领线 就不太文艺啊 猫影电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领线 你觉得自己和狐狸对象的地方是什么 聪明 你觉得最多是什么 各有各的吧 长发和寸头都会搭不一样的服装 或者说是这些东西 各有各的魅力 三个词请问一下搭档是 努力 比较帅真 聪明 白十三 王子静 李宪 陈 李宗 四个人分别是组内的什么担当 这个好难啊 白十三应该是笑点担当 王子静应该是呆萌担当 然后农农应该是可爱担当 李宪应该是憨憨担当 狐狸 寸头 秋裤 狐狸 寸头 秋裤 不爱穿秋裤留着寸头的李宪所饰演的 狐狸白十三将在12月4号跟大家见面 可为一等九尾无限 因为之前我们大家的影视作品都是一些狐妖 都是魅呀美呀这些东西 但其实我们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发现它就是一个特别接地气的 这种杂威野户 接地气的草根逆袭的故事 比较有趣比较好玩 不太是我们认知里头的那种绝美爱情 或者是那些奇怪的那些设定 我要成为好狐仙人 第一反应特别像是火影忍者里的 炫火名人 吊车尾 无父无母 但是自己内心有宏大理想抱负的角色 非常异性 白十三 放人都出现了 放人 放人 快跑 在考场灵魂出笑 这个特别好玩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我们正常人 哪知道灵魂出笑 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辈子体会不到 那你去塑造一个角色 你突然灵魂出笑了 你自己觉得你是兴奋的 还是懵逼的 还是傻眼的 还是气氛的 我们没有感知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灵魂出笑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试了二十多遍 一只杂尾野狐 就是比较大大咧咧 然后比较接地气 比较真实 他所有的东西都其实是 喜怒爱乐挂在脸上 我觉得这还挺好 我喜欢这种比较 又血有肉 比较真实的人物 我希望你不是我的犯人 我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是一个不会重复 塑造同类型角色 但又希望去挑战自己舒适圈 但又不愿意出舒适圈的一个人 好绕啊 对是很绕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自己的舒适圈 边缘去试探 徘徊试探 去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慢慢一点点的往外面去扩 但是我绝对不会跳出舒适圈去演习 其实有一个手机 然后穿越过去了之后 仿佛你的未来都可以预判到 就可以当一个大将军 统领天下 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吴树生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 又好看又好笑 适合何家欢 一起走进电影院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能让大家笑两个小时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让大家到最后又想哭的一个何家欢电影 反正你看不看他都在那里 你看不看他都会 会为大家喜欢 好恶心 好恶心 今年是 献哥第一部男主商演片上映 然后想问一下李倩觉得赤谷书生这部电影 在他的电影录上的意义是什么 虽然大家能看到一个商演片的李倩是什么样子 能让大家看到一个喜剧的李倩是什么样子 这个很关键 就是我之前没有太尝试过这种类型 这算是第一次去面对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用几种喜剧形式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完了之后就会有一个标准 那是个上次路演已经有四年之久了 这一次的考试来说 你有一个这样的期待吗 期待肯定是希望在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个电影市场 能有一个很好的反馈 也希望能够把这个电影市场再拉热起来 也希望这种何家欢电影 能让大家继续走进电影院去观看 希望它有个好的成绩 就我们其实会一起打游戏 会一起唱歌 一起蹦蹦的 看到一些什么短视频好笑的 互相分享 这是生活 打个板 打板是结束还是开始 结束了 错误情况是什么情况 我想成为药 东方药 王者局以下 我开人没有 我当然知道 我也很喜欢他 他也比我帅 对 俄斯卡和惠火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倩 先给大家安闭一下 志胡舒珍这部电影吧 志胡舒珍这部电影讲着 是一人一胡 进进赶考的故事 然后这个狐狸 我所演的角色白十三 这是一只想要取单呈现的狐狸 遇到了这个比较呆萌的书生 在整个取单的过程中 有非常多提交接非的故事 是一个有笑有味的何家欢电影 希望大家12月4号能让点音员支持我们的电影 志胡舒珍 比较接地气 比较活泼 爱打场 爱开玩笑 一些比较嘻嘻哈的东西 我赋予了白十三比较多 就是我自己本人的性格 主要是两点吧 一个是整个打斗戏 其实我不太知道 在绿布的环境下 如何去跟这些空间逻辑的东西去打斗 其实有很多特效的东西 都是我之前的拍摄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另外是演狐狸 其实也不知道演这种妖啊 演狐狸应该是怎么演 甚至之前采访的时候还开玩笑 说有一场戏要你演灵魂出窍 灵魂出窍 我们平常人哪有灵魂出窍的社会经历 所以就都是一些新鲜的尝试和挑战 对我觉得 没有这个你看你这句话问出来 其实就是以粉丝相的 对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你虐的越深 其实对观众的影响越深 观众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感动身受的这种世界冲击也就越深 这些东西能够更打动观众吧 其实也是为了那个后面的一个反转做固定 对 疼吗 肯定是疼的 疼 那肯定是疼的 但是其实做这些动作的演员已经很照顾你了 就不会是真的是用那么用力才 他们会演出来很用力 拍戏都这样 打巴掌不也是这样吗 那你当时在这个担当多久啊 我和陈丽诺 从哈尼我们去唯独剧本或做这些事的时候 基本上从12月底就开始 一直到整个六月杀青 拍了四个月 然后磨合了两个月 那印象中不有剧的声音是什么 我和农农打游戏吧 我之前玩游戏不喜欢排位 就喜欢自己一个人玩 农农来了之后 他突然发现我在玩这个游戏 我们俩就一起从倔强的一个青铜 双排一支 这部戏拍完了之后 两个人排到了钻石 我现在当然是荣耀王者 五十多星的荣耀王者 你俩双排在哪个位置 我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是玩了安琪拉 但我现在就不打中单了 我现在一般都打战坦 但是我看你今天活动值的时候 那我得玩辅助比较多一点 是这样的 战坦它覆盖的 就包括辅助 包括对抗路 包括打野 战坦都可以 所以我一般是战坦所覆盖的位置 我都可以 对 是这样的 那愿意介绍看你的英雄史吗 比如说坦克什么白旗啊 连坡啊张飞我会考虑 战士的话 药啊马超啊关羽啊凯啊 我也会考虑 然后赵云大的也还行 对 你是传说中的对对怪吗 如果说他为了王者 你让他们是你 没关系你是代言人 对 是你们的应该没事 对 你会想成为谁啊 泰文鸡没有电话 你会想成为谁啊 我想成为药 东方药 因为画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他是 他是整个《荒光者峡谷》里头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是因为我觉得他挺有趣的 对 你知道PGD吗 知道啊 不行听说他那集 只有李线能演我 谁能演我呀 只有李线能演我 我当然知道 我也很喜欢他 他是一个非常 有魅力的一个主播 然后他自己 把自己的事业 做得特别的好 对 他也比我帅 都是冷酷的帅性 第一次跳起李线的时候 有什么感觉 能能是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 一开始都是 就是比如偶像练习生 出来的一个 idol的状态 但其实在慢慢的 接触拍摄的当中 我其实觉得他很聪明 他也很愿意 去接受所有的意见 他是一个 很牵虚的一个孩子 然后他很努力 整个拍戏当中 吃苦的地方还挺多的 但是他其实都没有 什么愿意的 然后愿意去接受 挺听得进去化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做好演员的一个标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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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拍戏很 其实是一个 很枯燥无味的事情 有的时候 我们刷短视频 或者看到了什么 会互相去 分享和调侃 所以问你个问题 我叫你妈 她为什么一边捏泥人 一边笑吗 一边捏泥人 一边笑 她有笑吗 为什么你妈 一边捏泥人 她有笑吗 她怎么笑的 她有笑吗 你开心吗 你别笑 为什么她 不知道 因为做人还不少开心 哦 哦 去下人 请问你两个分 请问一下你的游戏水平 为什么是人鸡鸡 因为说还好吃一点 好吃一点 为什么要听你讲的朋友铁憨憨 鸡憨憨 太突然了 那个采访就是瞬间就来了 一句话 请问自己 自己 铁憨憨 我也想不到什么词 然后好像大家网友会有这些评论 就想到了就说出来了 对 我现在给你个机会 形容自己 您觉得很谢谢 形容自己 人中龙凤 哎呀开玩笑 对对 足智多谋 哎呀开玩笑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好 看你通话的话 你不怕 是还没有 我完全不怕这些东西 顺便在这里告诉你 所有的在现场 你们拍的那些路透我干嘛 我打伞 都不是为了遮太阳 而是为了防偷拍 防路透 对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 极限运动的人 我从小打篮球踢足球 都是曝晒太阳的 所以我根本不怕太阳 对 睡前的话 护肤第一把情况多点 其实挺快的 男生的步骤也比较简单 水啊精华 眼霜乳液就差不多了 那我听到的错误情报 错误情报是什么情况 你说你现在看护肤 有一套步骤 也没有 就是我一路过来了之后 我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步骤 就很很好 那你去聊一聊 我不熬夜 我很早睡 然后睡眠很规律 那如果说 一下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办 一种情况是 经纪人跟你说 一片 不能再穿大裤衩 一线 然后就穿那个裤衩 进去哈哈的就来了 那我得问经纪人 你让我穿啥呀 对 你先跟我解决掉 我就是舒适的这件事情 你还要跟我能弄一些 让我觉得很舒适 但是又好看的衣服 我也OK 但他又听着又说了 一片把你的发生成这样掉 我觉得首先是我的团队 不太会去操纵 我穿衣服这件事情 其次我是一个 舒适度大于好看的一个人 所以我是觉得 怎么舒服怎么办 就可以说 还是穿这件大裤衩 我其实常年搭配是大短袖 就是肥肥的 oversight的短袖 配舒服的短裤 配拖鞋 就是我最喜欢的搭配 就是我最喜欢的搭配 这个太难了 这个你看 世胡书生啊 恋曲1980啊 古董居中局啊 都是未来要跟大家见面的 希望大家去电影院支持一下 对对对 其实今年还挺多难忘的点的 年初受邀第一次有机会上春晚 也因为疫情 父母来北京陪伴 整个投了五个月的时间 去派人生中出现 到年底自己的直播出生 可以跟大家见面 再加上练曲1980 入围各个奖项 我觉得相对来说 还算是比较丰富的一年吧 对 冷肯定是冷的 因为很久没有短的这个程度了 但是还好我有很多的帽子的类型 只是我最近在录演 我回来了应该就慢慢就戴起来了 北京太冷了 2021年这次的营物期是什么 我觉得2021年目前来看的话 能跟大家见面的应该是 恋曲1980 人生柔柔初见和古董居中局 我希望这些用心对待的作品 都能取得好的成绩 对 努力上分奖 没有没有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宅的人 我除了拍戏健身看剧之外 我就是生活就是打游戏 所以我其实也是调剂的一个方法吧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调剂 最后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采访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给我们的节目打个板 打个板 打板是结束还是开始 结束 结束 我也想不到什么 那你是不太愿意出门的 对对对对 我除了买衣服和必需品 生活品我会出门 我基本不太愿意出门 那你最常在家宅什么 也没有最最最常在家宅什么 就是我还是得出去健身的 感谢观看